从世界历史来看,亚洲的地位那都是很强的。 古代几千年,亚洲都引领世界发展。 当时的世界大国,基本出自亚洲,而且古代的文明,如巴比伦文明、中华文明、印度文明等,也基本都在亚洲。 甚至包括世界主要宗教发源地,也基本在亚洲地区。 可以说,亚洲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大洲,是地球的摇篮,地位是非常高的,而且亚洲的领土面积也是最大。 堪称世界第一大洲,面积足足有四个欧洲大,但是在发达国家数量上,欧洲那么小,却有几十个发达国家。 但是亚洲作为世界第一大洲,为何至今只有四个发达国家呢?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? 原因主要是三点。 对于亚洲的发展来说,其实是拥有很多先天的优势的。 比如说深厚的文化底蕴,丰硕的文明成果,而且还有世界最丰富的资源,世界上绝大部分的矿产资源,能源资源,森林资源,水资源,还有生物资源,以及其他资源大部分都在亚洲。 尤其是石油,天然气等,更是占据绝大多数。 所以,亚洲是世界第一大洲,而且是能源,资源汇聚之地。 可以说拥有最好的发展条件的,只要努力发展。 那么发达国家应该是很多的。 但是亚洲整个发展,至今却只有四个发达国家。 分别是以色列、新加坡、日本和韩国。 而且韩国还只能算半个发达国家。 更加不能容忍的是,在近三十年的时间内,没有一个新的发达国家产生。 为此,很多人不理解了,为何世界第一大洲的亚洲,却如此难产生发达国家呢? 其实原因主要是三点。 第一,人口太多。 亚洲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地方。 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,基本上都在亚洲。 人口最多的我国和印度,人口都超过13亿。 还有人口在两亿左右的巴基斯坦、孟加拉国、印度尼西亚等。 人口在一级别作为的更是有日本、伊朗、土耳其等等可以说亚洲到处都是人口大国。 而且人口非常密集。 而人口亦多。 再大的蛋糕其实那也是不够分的。 而且人口直接稀释掉了发展。 如果说整个亚洲资源这么丰富的条件下,人口跟欧洲一样少。 那么肯定很多国家都会成为发达国家的。 第二,工业起步太晚。 传统的亚洲,那是农业社会。 工业起步都很晚。 而且近代长期受到西方殖民。 大部分亚洲国家工业的起步,都在二战后。 而此时,西方早已发展几百年。 所以工业差距太大。 亚洲起步太晚。 而起步晚即使在努力。 也是很难追上西方的。 很多亚洲国家,靠资源生活的非常充裕。 所以对于工业也是不太重视。 比如中东那么多富裕国家。 国家虽然很有钱。 但是就是不发展工业。 这就是问题所在。 第三,教育的落后。 西方的崛起和强大。 很大程度上跟教育有关。 因为教育培养优秀人才。 教育培养科技。 工业工程师。 这些人是国家发展的基础。 而亚洲国家在教育方面。 大部分都非常落后。 很多还在起步的阶段。 跟西方国家差距很大。 而教育不行。 就无法培养足够的人才。 没有人才就没办法快速发展。 形成一个死回轩。 此外。 亚洲国家长期战争。 内斗。 还有宗教的受付助。 也都使得发展受到严重影响。 因此这是亚洲发达国家, 至今都那么少的主要原因了。 参考文献。 亚洲史。 亚洲国家。 亚洲人体。 亚洲国家。